金牛座 金牛座在五月份工作会是你的重点项目 工作上可能会有点忙碌 也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任务 不过你会运用你的决心 还有你的能力来克服这一些工作上的挑战 如果你是从事于异国文化 出版贸易这一些领域 那你也有可能有新的工作项目需要你来处理 不过整体上来说对你都是很好的刺激 这一些事会帮助你成长 你也会经由处理这些项目 而感到自己有所转换 对你是十分良好的 可以好好把握 这个月你也可以结交许多新的朋友 在社群里面会有蛮多人欣赏你的个人特质 你充满信念有信心的样子 会让朋友都自动的靠近你 当然朋友圈也是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友善的对象 这个时候你也不用太在意 好好的良善有礼貌互动即可 在爱情上你会比较注重心灵气和度 另外你也有可能会挑战一国恋情 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咯 另外提醒你 如果突然觉得身体有哪一些地方觉得不太舒服 那要赶快去就医 这样子是比较有保障的 这个月总体来说 你十分的勤肯踏实 面对工作上的困难 又可以有耐性的去化解它 所以你的成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哦